先砍14万 新年一死 英国留学生携带家属经历正式生效 2024年一死 英国政府限制禁移民的步伐已经启动 1月1日 移民局和英国各大媒体就立即宣布 留学生携带家属经历正式生效 具体来说 国际留学生家属不再有资格申请陪伴签证 Dependent Visa 只有攻读研究型研究生 包括研究型硕士和博士的国际留学生 才能携带家属来英国 家属包括配偶 伴侣 子女 不包括父母 兄弟姐妹或其他亲戚 至此 留学陪伴签对大多数人来说永远成为历史 恭喜赶上末班车的朋友们 预计这一新政策将人把进入英国的移民人数减少14万 在截至2023年9月的一年间 移民局向学生家属发放了152980份签证 比2019年环比增加了930%之多 难怪移民局要限制 毕竟对留学生家属签证的滥用 是英国移民局的重点打击对象 陪读家属签持有者 可在英国不受限制工作 享受各种福利 注意 这签证与取消也意味着 本科和研究生转成PSW签证 Graduate Rezai也不能携带家属了 那么问题来了 想来英国 留英的人怎么办 其实长远来看 陪读签证并不是获得英国永居的最佳途径 毕竟其没有永居导向 如果希望和你的伴侣 子女一起快速获得英国永居 不妨考虑以下跟辩解 稳定的途径 工作签证 英国雇主担保移民 已成为海外人士移居英国的首要途径 该项目无创业要求 无投资要求 无行业限制 只需大专业上学历 移民类雅士达到四分即可申请 整体申请花费仅一百多万人民币 三到五个月即可全家 获批英国五年期居留签证 快速登陆英国 成功获批后 配偶可在英国自由工作 生活 子女可享英国顶级教育资源 公立教育免费 五年后可申请准永居 六年后可申请转护照 办理该项目的核心是找到愿意提供担保的英国雇主单位 我们拥有雄厚的英国本土资源 汇聚英国大量高品质雇主单位 提供丰沛稳定的雇主担保配额 同时 我们的英国本土接待团队 可全方位协助您顺利安居 是您办理英国雇主担保移民的不二之选 近几年 由于英国移民太火爆 移民积增数量相当庞大 为了有效控制进移民数量 英国政府在去年12月底宣布将出台5点计划 收紧移民 新政包括提高公签薪资门槛 审查PSW毕业生签证等 详情请看 刚刚 英国移民新政又变了 辩证后的最新政策细节将在今年春季公布 内政部表示 此次辩证将不具备追溯性 在政策生效之前 进入通道的人不会受新政影响 如意办理英国雇主担保移民 请提早做好规划安排 把握救证末班车 轻松移民英国拿永居